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們現在繼續開會,請大家入座 好,接下來請蔣萬安委員質詢 好,謝謝主席,我們請徐部長 蔣萬安委員 蔣萬安委員好 好,部長好 首先跟部長請教,其實少子女化問題非常嚴重 前一天我在總職員提到 特別對於我們勞動力市場產生嚴重的衝擊 那主席總處也表示,受到少子女化的影響 我們勞動力近幾年,年增率逐漸遞減 那當然這有很多原因 那總職員我也提出來,這需要跨部會共同來合作 甚至在行政院主導下成立跨部會的小組 那當然今天是勞動部業務報告 所以就想先請教勞動部 當然我們需要營造一個友善的生育職場環境 所以部長在勞動部主管的性評法裡面 對於家中有三歲以下的子女的受僱者 我們有哪些友善的規定 譬如說,他的育嬰留子停薪 然後在職場上,我們鼓勵企業主 他能夠設計脫兒或育兒的設施或措施 來讓勞工能夠安心在職場工作 那相關的有一些補助辦法 或者相關的一些協助措施 勞動部這邊,在福祉室這裡 都有相關的計劃在 還有沒有其他 譬如說,部長剛剛講到 淤淫留婷的今天 包括企業營造友善的環境 相關的育兒設施 還有嗎? 像我們的產假 就是生育前的產假 或者這些配偶的賠產假 這個在我們的性評法裡面 也有相關的規定 那部長你知道性評法第十九條 有個關於家裡有三歲以下子女的受僱者 可以向雇主請求減少工時 是 有嗎? 是 那個司長們要不要提示 你們知道嗎? 知道 那部長你知道 這一條 那事實上我們的受僱者 使用這一條 向雇主申請減少工時的比例有多少? 比例齁 有沒有統計? 沒關係 部長我這一點因為有時間很少 但是這一條是有 在實務上是有運用 那當然 當然有嘛 所以我才問你 來我直接跟部長講喔 這也是根據你們勞動部 2020年去年 工作場所就業平等調查的報告 裡面 就這一條 最主要的原因 前面一個 是不是 好最主要 包括 第一個 家人會負責處理 第二個 不知道有此規定 都接近三成 但是仔細想一下 為什麼 沒有申請 最主要的原因 家人會負責處理 這是勞動部你們設計的題目喔 你們故意放這個選項進去 之所以會說家人會負責處理 那也是因為勞工他不得已啊 他可能本身就不敢請 或是工作繁忙無法申請減少工時 才會拜託家人或請家人來幫忙照顧 那更離譜的是 不知道有此規定 是第二高的原因 也接近三成 不少你知道這條規定規定多久了嗎 民國九十年就規定 二十年了 所以勞動部到底有沒有心 在真正重視小子女化問題 以及確實落實 營造一個友善育兒的職場環境 我想是沒有 光是在宣導這一項 你們就應該要加強 好 部長沒關係 再下一個 剛剛部長提到育嬰流亭的津貼喔 育嬰流亭津貼我們也有規定 也就是可以至少請領 就是留職停薪當月起前六個月 投保金是60% 結果實際請領的狀況 我給部長看 也有高達女性 也是2020年的調查 一半是沒有情領 男性更高達九成是沒有情領 那結果調查什麼原因呢 最主要 一樣第一個 都是說家人會負責處理小孩情勢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你們故意放的一個選項喔 那最主要第二個 擔心收入減少 我想這也才是真正原因 我擔心收入減少 我擔心可能被減薪 我可能擔心有不利的對待 減班 不利處分 不敢 申請 寓 所以這些問題 然後不 你又沒有去正視 真的是要加把勁喔 部長 好 接下來 部長我想我一再想要了解 最低工資法我們現在的進度到底怎麼樣 包委員喔 那個 最低工資法現在目前草案在行政院 在審查當中 那現在的問題主要是說 因為對於那個參財的 射金指標齁 那麼勞資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 院這邊希望我們能夠再加強溝通了解 所以我們最近也包括 不管公會或資方這邊齁 在持續的在跟他們做一些討論 我們也透過我們基本工作 所以負責的政委已經邀集各部會討論好了嗎 有邀集我們討論過 所以現在是在排審嗎 送到行政院院會 還沒 就是我剛剛跟委員講的 他可能 我們在跟行政院討論的時候 他們希望說 因為那個參財的指標部分 的確勞資還有比較大的差異的意見 所以希望我們這個部分 是不是再多溝通 主要是在這邊 其他部分的條文上 是大概沒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所以部長你 因為我們這邊會再努力 會再努力 什麼時候 你希望可以送到立法院 因為我希望我這邊 持續來跟那個勞資雙方來做 還有專家學者這邊 再來做一些了解溝通 多快嗎 我們儘快 部長永遠沒有答案 儘快 永遠都是儘快 永遠都是儘快 部長 你是儘快部長嗎 你看你的 今天的業務報告 未來工作重點 推動最低工資法 講不出其成 第二個 勞保年金改革部長 我也不用問 你也不可能在今天講出其成 你講得出來嗎 我只要你提方案 你也講不出來 第三個 直在保險單獨立法 你也講不出其成 前面這麼多委員問你 你願不願意這個會期送進來 還是今年底送進來 報告委員 這三個法案其實都是勞動部 非常重要的法案 我是可以跟委員說明 目前大概直在保險及保護法 這部分我們已經有跟院這邊 大概審查也完畢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努力 在這個會期 這個會期 直在保險單獨立法 好 那最低工資法呢 最低工資法 因為可能請委員 可能我需要一些時間跟 在做溝通 部長 蘇貞昌院長都在去年 上個會期承諾 這個會期要送進立法院 那部長你又不敢在這邊承諾 院長都說了 那個 報告委員 院長是說努力 對啦 你呢 我們也在努力啊 你也在努力 你永遠都是努力啊 你就是努力部長 但是沒有進度啊 我們有進度不是沒有 我從18年 我從上一屆問到這一屆 從30年前問到今年 從上會期問到這個會期 報告委員是這樣子 部長你還要拖多久啊 前面委員都說 你太空產業法院會 都可以馬上過了 你最低工資法 躺在地上躺多久啊 報告委員 其實勞動部這邊 其實草案真的也很努力的 把它完成也提出了啦 當然院這邊的思考比較多 希望我們再多花一點時間 去做一個跟勞治雙方 來做一個充分的溝通 那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我們會努力 讓這個事情能夠盡快 有一個公式出來 部長我聽你講努力努力 從幾年前 從上個會期到這個會期 永遠就是努力 看不到進度跟結果 我相信我下個會期 如果你最低工資法還是沒有送點 你還是在這邊講 努力努力努力 因為這個法案其實也跟委員報告啦 我想大家當然很期待 但我想 我們其實以目前來講 雖然法面通過我們工資的一個 基本工資的調整 也是每年在調 部長蔡英文總統在去年8月 接見全國模範勞工 就再次重申 要透過基本工資法 來建立相關的審議機制 調整相關的指標 更制度化 是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啊 所以我們才會提出最低工資法 現在是說 法案已經有提出去了 但是當然這裡面還有一些 可能需要再更細緻的去處理的 我們現在正努力在做 你看又是努力 好部長 接下來 這一次勞金局的重大弊案 有相關的懲處嗎 有 結果呢 跟委員報告 就是這個由乃文的部分 我們記兩大過於免職 然後督導的副局長 我們記兩個過 然後原來的局長也 就是這個 撤職 吊職 吊職啦 對不起 吊職 我們吊任參事 所以這麼重大的弊案 我們先不看這個 這麼龐大的金額 越權下單 越過有權下單的人士 直接指揮券商 買股 然後配合業者 炒作股價 那事實上你們也有相關 調查 檢討 從105年開始就有相關 違反委託方針的投資 106年到108年也有 月權交易的情形 那109年更有 你們交易士人員 違規使用手機 沒有指紋記錄等等 這麼多的疏失 今天就局長調職 副局長 寄過 而已 部長 這樣有辦法跟全民交代嗎 報委員 關於內部的一些 可能行政上的作業 或者投資的一些程序 我們其實之前在 我們的內部的 這些檢討報告裡面 已經有針對四大的層面 提出12項的一個強化措施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在機制上是有做一些處理 那當然之前有關遊援的部分 他個人的這些步伐 我們是針對他個人的行為的部分 予以行政懲處 那這個督導的副局長跟局長是做督導部州的一個處分 我想我們這樣是針對這事情 內部也做了相當的處理 部長 這次這麼重大的弊案 你願不願意真的有心要進行改革 報告委員 這個我們確實一定要來改革 那我想在第一時間點 那部長請問你知道 蔡豐欽前局長 他調職參事之後 他負責督導的業務有什麼 就是勞保局跟 基金局 對不起 福祉司啦 講錯 福祉司跟基金局 講大聲一點 福祉司跟基金局 跟勞金局 他因為重大弊案 把他調職 為參事 結果他還負責督導什麼業務 勞金局 部長 你認為這樣子可以跟全民交代 這表示你有心要進行改革嗎 他因為這件事情督導部中下台 結果他還繼續督導勞金局 報告委員 部長你這樣不只是敷衍了事 虛應故事 你更是對不起國人 這樣對嗎 報告委員 到底要掩蓋什麼事實 沒有要掩蓋什麼 掩蓋什麼真相 那為什麼他調職以後 繼續督導勞金局 報告委員 基金局局長被撤換 是因為他督導 這個內部的 人員不周 繼續督導勞金局 但是他對於基金局的業務 是有他的專業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部分 由他所熟人的 有他的學識跟經驗 來督導原來的基金局業務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是認為還 部長你再仔細聽一下 你這樣的答詢 在台下的官員 各位媒體朋友 聽得下去嗎 因為這個弊案督導部州 他是對人的督導部州 結果他還繼續 因為他有這樣的專業 對業務手忍 繼續督導勞金局 報告委員 部長這是你 真的要進行改革 有心要進行改革嗎 今天這樣的質詢 透過直播出去 部長 人民聽到會怎麼想 報告委員 我想 這個部分我剛有說明 他主要是人的督導部州 而被撤換 但是他對業務的專業 跟他的熟人 我們認為 他是可以來協助 馬來西部長 我時間超過很多 基金局 不知道你回去好好重新檢討 思考 這樣子的懲處啊 人民接受嗎 觀感如何 你接下來你要怎麼進行改革 你對這麼多的重大疏失 你要怎麼面對 報告委員 我們重大的疏失 我在原來的檢討報告裡面 光這個人事案 人民怎麼看 勞工朋友怎麼看 我們的血汗錢 就是因為這樣重大的弊案 造成這麼大的損失 司法都已經起訴 報告委員 我剛剛在說明就是說 是借用他對業務的一個熟人 來提供部裡面 對基金局 那個部長 他那個 很多人對業務都很熟人啊 部長 不滿意有他的邏輯啊 那你這樣講 他也沒辦法接受啦 但是我理解 你指的業務跟人是拆開來講 那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已經給那個 蔣委員兩倍的時間了 那是不是我們今天會後 那你們再跟蔣委員好好溝通 給他一個交代 講清楚 這樣子比較不會造成誤會 我想他講的邏輯 或許在座聽的人 也覺得有道理 但是這個道理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 我想你們會後再 好好的報告一下這樣子 好 謝謝 可以喔 好 謝謝你 我們接下來請 莊敬成委員 好 謝謝主席喔 我們請 許部長 好 請部長 莊敬成委員好 那個部長好 沒有 首先我們還是要 要恭喜一下我們這個蔣委員啦 他這個惡寶 準備再出來 所以他剛剛講到那個育嬰的議題 是有感同身受 那個我本身也感同身受 那有本 我本人要生三個啦 然後現在再拚第二個啦 那這個 對對對 那如何 如何我們去改善這個 讓這個友善而且性別平等的 這個工作跟 生育環境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如何去提升這個 那才可以去提升我們整個這個生育率 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尤其解決這個少子化的一個問題 那 這個是題外話啦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這個 勞保年金改革的一個問題 那 勞保年金改革 是勞動部 我們知道現在面臨最大的一個挑戰 那也是 政府重大的一個挑戰 那他關係到 千萬勞工的一個 權益 最近 在野黨可能在選主席啦 那各路人馬 跟針對這個問題 就 一直圍攻這個議題 那 講的好像就是 勞保如果破產 都是民進黨執政害的 那 但是我們蘇院長多次的強調 只要這個 禁戶 如果不倒了 那我們的這個勞保就不倒了 那剛剛這個蘇委員有講過 那我想 政府先表示這個態度來安定人心 那這個本席認為這個動作是非常重要 也給予肯定 那但是 這個行動部分也一定要加快這個速度 拿出這個 實際的一個作為 那才能真的對抗這個不實的一個攻擊的言論 那上個會期 本席也多次向部長反映 就是這個 政府撥布跟這個 最後這個支付責任入法 那這個是可以馬上做到的 那但是必須趕快的提出啦 那 請問這個勞動部這邊有沒有提出相關的一個版本 報告委員 因為勞保的改革方案去牽涉到 千萬勞工的一個給付權益啦 所以我們的態度是非常非常審慎啦 所以目前其實 也持續在收集跟溝通各界的意見 所以我們在收集跟溝通之後 我們大概就會就各種面向來進行 研議還有財務的估算 那未來如果有盤整好 我們這個政府撥布跟最後保證 責任這個一定是會在條文裡面會有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就一定會入法嗎 一定會入法 所以到時候如果有提出具體的草案再請委員 就這個部分能夠予以支持 是 那如果這個像政府撥布跟最後支付 責任這個入法的這個修法 那我們這勞動部這邊是要跟整個 勞保改革一起提 還是說這個是可以分開提 還是說整個期程是怎麼樣 其實報告委員 我們會一起提 那事實上政府撥布現在雖然沒有法 已經持續在做 從去年那個書院長這邊 支持撥布200億 那今年220億 那220億其實226就入帳了 那明年我們也持續爭取 行政院來支持撥布啦 是的 但是這個部長就 本期認為說畢竟這整個改革的方案它 期程上面可能目前還沒有辦法 這麼快的馬上提出來 因為還要做很多的這個規劃跟那個 討論跟處理才有辦法 而且這個審查過程它一定比較冗長 但是這個支付責任入法這個相對單純 那沒有爭議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認為是可以分開處理啦 那只是說在本席在內有很多委員提出的一些版本 那部長對這樣的版本的看法 就是委員你們提出來的版本都是說 希望政府能夠撥布 然後這個能夠政府要負最終給付責任 這個其實跟行政機關這邊立場都是一致的啦 我們都是支持這樣的一個 是 我是建議啦 如果是它相對單純是不是可以分開來做處理 對 但是那個撥布 因為這個撥布的部分 未來會牽涉到那個金額 金額多少會跟整個各個其他的面向會連動 這我瞭解 就像我們金額政府撥布大概是 剛剛部長講220億嘛 那不過我們這個收差短差情形好像也有點嚴重啦 那所以我們那個前勞保局長也說撥布 是一個最直接的方法啦 那但是對政府的財政的負擔也比較重啦 但是還是必須注入這個活水 才可以我們建立民眾的這個勞工的一個信心 那我們爭取更多的時間來做這個改革的一個推動 那所以這個才是我認為說 它可以分開的原因啦 就是說我們用這樣的撥布的實際行動 來爭取我們後面勞保改革的這個時間啦 那不然就像這個2012年一傳出這個勞保可能破產 短短4個月 勞保就被領走1400多億元嘛 那院長也說 改革方案當然我們不能拖太久啦 那所以在這個非常的時期 未來一兩年內有沒有可能 再提高這個撥布的金額 這個撥布的金額我們是持續 希望行政院這邊能夠試整個政府的財政狀況 來盡量來提高啦 但是這個最後的支付責任 就是政府一定會付啦 那這個一定要跟勞工做一個保證啦 對對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一定要付最終支付責任 然後那個撥布的金額也一定會爭取再提高 OK 另外就是我要跟部長討論另外一個議題啦 就是我們除了這個勞保之外 勞工老年的另一個保障就是這個勞退嘛 那在貴布的這個報告 第18頁他有提到去年11月底 勞退薪制的這個提交人數大概是713萬人嘛 但是勞工 有勞保的勞工人數大概是1055萬人啦 這中間大概還有300多萬人的一個落差 那我想這個主要就是這個無固定雇主或是自營作業者 就是我們一般的這個在職業工會投保的這些勞工啊 這個可能在300多萬裡面大部分是這一些 比較弱勢跟低薪的這些勞工啦 那雖然法律規定他們可以自願提交6%啦 那但是實際上自願提交的人數蠻少的 那主要我想就是誘因很低嘛 那上次質詢部長的時候有提到就是說 很多工會提出就是希望 政府能夠相對提播的方式 那我也請勞動部 針對各種情境去計算一下政府的這個財政的一個負擔嘛 那不知道做好了沒 因為我看一下上次提供的數據 比較沒有那麼詳細啦 只是簡單的把所有的工會勞工算進去 按照50%100%的這樣的提交來算啦 那這部分如果還沒算好看能不能盡快 算詳細一點提供給我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我覺得主要是目前針對說 這無固定雇主跟自營作業的這些勞工啦 那另外就是說其實工會這個建議齁 其實我們可以參考這個 農民退休儲金的一個這個制度啦 那農退的儲金制度 今年1月1號已經開始正式上路了嘛 那兩個月下來的辦理情形如何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跟農委會那邊做一個了解 那在勞工 就是我剛剛提到在公會投保無固定雇主 跟自營作業者這一些勞工的話 那能不能有從這個 他們這個農退儲金的這些制度上面 可不可以有一些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啊 現在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現在職業勞工大概207萬人啦 那如果說我們參考農退的部分 就是說假設我們以勞工自提3% 那政府也自提相對補助3% 那這樣每年大概需要209億元 209億元 對 然後因為如果是針對無一定雇主的 這個職業工會的會員 做這樣的一個相對補助 那其他勞工可能也會希望 能夠比照援引啦 那如果說產業勞工也要求這樣 那產業勞工大概708萬人 那如果這樣比照說他自提3% 因為現在產業勞工 農民的話他有沒有排付條款 他目前沒有 他沒有排付條款 他只要農民都可以 因為他人少啦 好像我記得幾十萬 幾十萬人 我們這邊是怕說第一個 其實職業工會大概209萬人 然後假設這樣子 職業工會的會員有 當然啦如果部長就擔心說 這個1000多萬勞工都要求要的話 這樣我們的負擔會很重 那就是這個制度裡面是不是有一些排付 因為我剛剛說為什麼說這無固定雇主跟自營作業跟工會的這樣的一個訴求 是因為這些都是比較底層 然後比較低薪 甚至比較弱勢的一些勞工 但是這個制度可以去考慮看看可以怎麼去研拟啦 那個包吻我想這個問題就會牽涉到整個公平性可行性還有財務的負擔部分啦 我們會再審慎來研議 是 好 最後一個問題喔 就是這個缺工的問題啦 那目前各界我相信他反映缺工問題很嚴重啦 那尤其是這個營造業 那根據這個營建署的最新報告喔 那個營造業的勞工缺工總人數有48809人喔 那以基層勞工缺工37,173人最多 那依序是這個技術室喔 7,296人 工地主任2,015人喔 那專任工程人員1,331人喔 那公司內部管理人員994人喔 那我想喔從這個 從這個勞力工到這個技術工喔 連工地主任都缺喔 那喔 去年這個勞動部也推出了這個獎勵就業的一個津貼啦 那到底有沒有 喔對這樣的缺工問題有沒有 相對的解決 那後續還有沒有什麼辦法 因為這缺工問題真的 越來越嚴重嘛 那老大部未來在這個缺工問題上面 喔要怎麼樣去做一個喔 配套措施來解決這個這個缺工問題 我跟委報告其實這個部分 行政院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喔 其實目前正召開跨部會議喔 在做一些討論啦 那除了說我們強化這個整個媒合本國人喔 來投入缺工的產業喔 像營造業 我們希望能夠讓 呃本國人還是能夠優先媒合啦 喔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透過職訊也好 透過專案的喔 專人的媒合方案喔 甚至用就業獎勵啊喔 那個跨育金 雇用獎助跨育補助 通通通通是 各種水準工具都下去 這個當然就是對本國勞工的這個 這個媒合是重點沒有錯啦 然後然後 就是我會覺得說以營造業來講喔 其實 其實我們本國的勞工也會出現斷層啦 是 所以這個 就是年輕人他不願意去做這樣的工作啦 所以這個部分也必須從教育端喔 是 還有這個職訊端來共同解決喔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未來年輕人如果讓他能夠願意投入 是 而且當然我們未來2025會進入這個超高齡社會喔 那之後老年化的 變得更嚴重的時候 我相信這樣的 喔我們那個勞動力的人口 大幅的下降之後 這個問題會再更嚴重 那我相信這個 喔部長這邊一定要 要趕快跟行商那邊做一個整體的一個規劃 看怎麼樣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報告委員我們就是會針對整個喔 目前 就業 勞動就業的市場喔 還有整個產業發展的需求 那當然在不影響國人的就業權益下 我們會滾動的去檢討 我們一些 移工的一些 政策跟措施啦 好希望儘快可以跟 其實這邊討論一個措施出來好不好 謝謝部長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張玉美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有請我們的勞動部徐部長 請徐部長 張委員好 阿村部長 自從你2018年2月23日兼任 勞動部長到現在 已經三年了 您對這三年的你自己的施政表現滿意嗎 你給自己打幾分 報告委員我不會自己打分數 分數應該是 呃 所有的勞工 還有各界的打 但是我想我們都很努力的在我們的崗位上 推動 所有這個有利勞工的政策跟措施 嗯 確實的 我知道 呃 你有在努力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持續進步 是 因為呢 我看到你努力在去年 covid-19的疫情的嚴峻之下呢 許多勞工朋友呢 都受到疫情的衝擊 被迫放 無薪假 那勞動部呢 第一個時間就跳出來開辦了十萬元的紓困貸款 協助勞工朋友 度過了疫情的難關 然後呢 本席非常肯定 阿村部長 在做整個壓力的 其實我們都會做出入口的 香港的紓困貸款 文化 紓困貸款 全都會做出入口的 相片 供應的 中小企业 传统产业 还有服务业等等 我们过分集中在出口的制造业 所以各个产业 不一定有与路均沾的全面发展 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预测 今年仅有制造业在看效 看好 这个服务业与营造业等等 还是一样是悲观的 那我们来再看看 1080总就业人口 我们台湾总就业人口 1150万左右 制造业只占了三分之一 那三分之二的人 依然是处在极不稳定 景气较不乐观的产业 我刚刚讲到那几个产业 传统产业 中小企业 还有服务业 当然三分之二人的 劳动条件会受到影响 如果我们刚光看 去年的经济成长力 是成长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 去年就是我们发出去的年终奖金 却是八年来最低 也就是我刚刚讲对了 就是只有制造业好 出口的制造业好 并没有雨露均沾 OK 到3月8号为止呢 我们大概有3584个劳工 还陷在无薪假之中 实施无薪假 大概都是以服务业为大中 占全体的五成 可见服务业 并没有因为GDP好转而成长 我们再来看 去年109年 劳工就业状况的调查 显示因为疫情而裁员减薪 不加薪的服务单位 倒闭困扰等等 劳工超过7% 另外疫情影响转月 或者转职者6% 那赴海外工作 还有计划者 当然可能是因为疫情原因 就没有工作 那近4% 还有11%等等呢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也就是可能失业 或者暂时没工作 去读书啦 还有进修 所以加加起来 total是三成的劳工受到影响 请问阿春部长 面对教育受疫情影响 比波动的服务业劳工 劳动部要如何来稳住 劳工朋友 在后疫情时代的 劳动环境呢 是 谢谢委员 对整个我们劳工就业的 一个关心 谢谢你 那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疫情 对全世界各国 劳工的就业 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 台湾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我们去年 在疫情一开始 其实我们都有超前的 在规划跟部署 所以我们当时候就透过 充电在 像实施那个减班休息的 这些劳工 我们有充电在 安心就业 安心即时 这样工等等 我们都有一连 一连串的一个 纾困的措施跟计划在进行 包括现在也持续 包括现在也持续 当然未来 因为现在疫情虽然有 台湾是守护的很好 但是全世界其实还是严峻 所以我们在这个 就是说有些产业 它其实还是受到影响 那我们也滚动性的 我也请业务单位 滚动性的针对 持续受影响的产业 那看看是不是要来 再来做怎样的一个协助 谢谢部长 来努力 疫情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模式 所以刚刚你回应了 现在很多企业都采取的是 远距工作等等模式 让劳动更有弹性的 来处理工作 即使是如此 因为很多我们的 民众们回到台湾来 即使是如此呢 我们固有的劳动市场问题 在哪里呢 薪资成长停滞 就业两极化 非典型就业增加 非典型就是UberEat For Panda等等 青年失业率持高不下 人才还是外流啊 都没有因为这次疫情的时候 全世界在全球化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缓解的人才流失 反而增加更多的困境 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嘛 各位这个现场都知道 我们很多亲戚朋友都是一样 有些在海外就学或就医的 都是用远距的方式 照理这个方式呢 是应该我们要学习到人家的高科技的工作 留住一些人才 可是并没有改善 请问部长 您要在接下来的三年 也就后疫情时代 如何解决现在这种问题呢 包括委员 其实您对问题的一个观察 非常的深入 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些问题的解决 劳动部责无庞贷 但也不是靠劳部 其实跨部会 要来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 我举个例子 像这几年 当然透过这个改善投资环境 或者说我们在整个技能 加强劳工的技能提升 甚至像劳动部 在这个我们的基本工资的提升 持续的在调整 还有包括我们对青年就业 的一个协助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一直持续 透过各种政策 在就各部会所主管的权责 来努力 那我们这个问题其实 没有办法一刻就解决 我知道部长你有努力 但是不是你一个人 努力就可以了 应该跨部会的结合 所以我们来看看 青年的失业率 青年的薪水 我们看到 青年是国家发展的栋梁 行政院主记处呢 在前年统计 我国未满28岁的劳工 平均薪资仅37万 25岁到29岁 平均薪资为52.4万 我们看劳动部的统计资料 108年呢 15岁到29岁青年劳工就业情况 薪资平均是31K 31K 我们再来看一下 劳动部有统计资料啊 对不对 我国青年劳工认为 所学的 与目前 学与致用的程度 只有三成的青年认为 学与致用 所以刚刚部长你有讲嘛 从学习开始或者等等 从这边改善 那请问部长 您知道目前产业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啊 你要让我们 就是跨部会的整合 教育部让他培养 目前应该是科技 科技呢 是不是要加强 可是我看到好像降下来哦 这几年是降下来 所以呢 你应该跨部会 去了解 要告诉我们教育部 我们的人才培训 要以哪方向为主 才不会只有三成的人觉得学与致用 那请问七成的人 就没有学与致用 因此他薪水不会高啦 对 原因在此 这支很重要原因 您知道吗 部长 谢谢委员 其实的确要让学用能够合一啊 对 这个部分就是教育部 经济部 劳动部 我们三个部会 要共同来面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一个 跨部位的平台 就是由次长级的 他们定期的在开会 然后就 目前产业的缺 所缺乏的人才 那教育端怎么来解决 在教育面 劳动部在职讯端怎么来处理 那其实我们跨部会平台 定期在做这个相关的讨论 跟研议这个对策 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做 我有一个表格 就是这个就是三成 只有三成是这个学与致用的表格 这个这个表格 你看 你看 这个全体是5.1而已啦 你看大学呢 5.2 专科最高 所以专科真的是 蛮重要的 研究所更高 因此呢 这个我们公园院的 刘文雄院长在去年 一个论坛里面指出 他说 跨领域的 跨领域的人才是大势所需啦 也就是说 不能就专专业专科而已 他应该要懂社会所需呀 还要整合 整合财势价值 在所有企业里面 他找的人才 为什么要总经理 General 就是总 把所有这个专科整合起来 就是价值 所以如果我国人我国的人才培育制度 与您的产业 劳动部产业所需的人才 持续脱钩 脱钩的话 未来青年劳工的学业资用程度 更加持续扩大 难以用在产业上 低新问题恐怕很难解的 所以呢 我建议部长 刚刚你有提到 你有提到就是我们应该趁着这时候 我们GDP往上的时候 经济力改善的时候 来打造优质的就业环境 解决青年的低新的困境 这样对不对 是 就是趁这时候 所以部长 事不宜迟 你现在就开始要 因为我们 预估今年经济力会成长嘛 所以呢 趁这时候 好好来改善青年的低新 我希望 我认为啦 以向以你的努力 我觉得 一年之后我们再来检讨 好吗 好 谢谢 努力 谢谢 那个 我们是在许委员咨询之后 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 好 OK 接下来请许委委员咨询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麻烦请许部长 请部长 也恭喜赵伟连庄啊 这是苦菜式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 我们未反这次 两位女性 赵伟 一样姓陈 一样戴眼镜 一样年轻漂亮 赞同 赞同 她有爱戴安全帽我没有 你很好 不然我一方面是延续刚刚庄进城委员的那个有关劳保年金的议题 那方面也不是我在急冷忧天 事实上我在上个礼拜或者是上上礼拜我们县里面的这个产总在开会员代表大会那时候总工会 甚至于他们的友会新北市啦新竹县啦那些工会的理事长都有在场他们也是在很担心有关我们这个老保年金 我是不太想用破产啦破产啦破产好像听起来就不太舒服我们用这个老保年金用庆啦用完了用完了这样来讲这个表示在呃这个不是我算的哦这个都是你们劳动部委托人家那个精算四算的啦这个是说在没有剝补之前啦 所以我们计计在这个呃116年115年你就会用尽了哦你会买那是800多亿哦 啊再慢一年的话116年是3000多亿哦我们大概大家可以看哦这个是收入这个是支出 收入支出越来越多啊这个收入有比这个高一点可能是我们的%数哦10%10.5%11.5% 到10澳这个%数有增加所以这个多起来所以说刚刚我们中委员咨询的时候我有听说我们部长要尽量争取这个那个主席处的那个总预算的那个来寄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永久长期的办法你到时候办了几年以后我们不是补200亿220亿300亿400亿不是这样的问题 那你如果我们的这个没有一个修正的这个方案出来你要他拨一两千亿给我们吗 给我们老公朋友寄注这个劳保年金吗不可能嘛 啊拨这么多你说会影响我们国防买武器吗 会影响我们的教育的品质吗 社会福利的交通接受等等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长久之计 当然我们再请下一张 比较缓和一点的就是说 这个是有益住以后 有益住200亿220亿以后 我们也不过就是延长了两年的不要说破产 两年的用尽了 钱用完了 这其中又还有一个关系到什么你知道吗 你这样一直来以后 你这其中的收入可能照你们那个 你还有那个基金的规模可能在投资 有股票的收益 对不对 有至少算4%啦 7% 8%都没关系 但是你用到minex的时候 你会把这些你的股票那些 可能你要去卖你才够用嘛 等于是把这个 金基母 金基母又杀掉了你知道吗 然后如果你没有弄一个 什么制度 那个制度出来以后 你怎么让那个老公可以安稳安心安全 那个业务报告写得很好 我也很用心的在看 所以说 你还有一个担心的地方 我们如果那个案子不快点出来的话 虽然我们的那个退休的 有好几种条件 有年满65的 有工作10年满60岁的 有工作25年满多少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他 安心的话 照我讲的 一方面 我们的金基母 越来越少 一方面怕他们担心 他们不快点退休的话 怕到时候 出状况 领不到钱 所以 我还怕说有恐慌性的 这个 退休潮 所以我们一定要 快点 虽然说上个会 上一届也有提出来 我一直想说 我很不想把 这个事情牵扯到政治了 那不得不 让我们就 怀疑说 就是采拖字节 甚至于民进党可能 对自己的执政 有点 没有信心 担心 担心 2022 担心 2024 会失掉选票 当然 我们也不见得说 这个劳保的年金 这个修正 一定 会让 劳工 多角 少领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想什么办法 不要让他们 多角 少领 劳工不会这么大的 反弹 那天 那天 新北市的那个理事长 有跟我提一个 那个意见 他提的意见 给我参考 当然我就提给 部长参考 他说 以前 一例事业手头税 从24% 降到17% 现在17% 好像涨到20% 我是听他讲的啦 那我们的那个保费的部分 不是 这个政府 1 个人是 2 雇主 7 他讲的 他提的意见 我觉得有点道理 他意思是说 是不是可以把那个 盈利事业所得 所以把它 非付回去 原来的 但他讲的意思是什么 你如果 不是这样的考虑的话 你把所有雇主的那个 不管有赚钱的公司 没赚钱的公司 都要让他负担嘛 对不对 那他讲的意思是说 提高 赚钱的公司 所谓的 盈利 事业 所得嘛 你有探级嘛 你有探级 你有探级 你就给他加一块嘛 当然我也没有 跟他试算说 如果回复到24% 到底可以增 听他讲是可以增加幾百亿的 这个 这个 收入啦 他给我参考 我也给部长去参考啦 所以说 你这样子一直拖 你没有办法让 劳工安心 这样 那我觉得不是办法啦 你用公务衣装 来益住 你现在210 220 可以看 卡布的歌曲 那五年以后 六年以后 你要拨补1千亿 2千亿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很简单 看就知道嘛 这个4千亿的 这个线在这里边 这个还打不到5千亿 那我们这一年的支出 就快要7千亿了 那一年就 共共要差2千多亿了 那时候就没钱了 所以说也不可能这样去播 如果不去进行的话 是不行的啦 所以说 部长 我们有没有 议定 有没有打算 我甚至于怀疑可能 夜里面叫部里面说 欸 你不要上版本进来啊 你不要捕我啊 我在怀疑是这样子啊 沒有 跟委员报告一下 没有这个状况 但是我在想说 因为老保是 国家办的这个社会保险 那政府责无庞贷 一定会来 面对跟处理这个财务的问题 所以说 烟囊讲的嘛 政府没有倒 老保就不会倒嘛 但是你这样讲 就是 付最后支付责任 啊 最后如果都没有钱了 你难不成 你要用那些公布 那个预算 一年给我们这边2-3000亿 你劳动部一年的预算 也没有几千亿吧 一千多亿 对啊 你要叫他补2千多亿过来吗 对 不能出共而已 我们也不是说出共 现在就是在 还是在收集 还有 这个跟各界沟通之间 就像刚为你 对啊 我有听过你的 那个沟通是好事啦 其实 像那个军公教的年改 也有沟通啊 也没有共识啊 没有共识啊 还不是照改 还是说要改 不然要改而已啦 当然我不是鼓励 你就负责任 最后支付责任 我也没关系啊 劳工也安心啊 问题是不是卡到说 政府有可能 一年剥补给我们一两千亿吗 问题是在这啊 对 报告委员 因为其实整个劳保年改的方案 除了剥补以后 还有其他的面向啦 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是认为说 因为这个案子 牵涉到千万劳工的一个给付权益 我们不是托 我们是审慎啦 我们是认为说 一定要把它 想出最好的一个办法出来 那么这样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我也希望这样子啦 但是会不会未免 未免想的太久 沟通的太久啦 我们上一届 已经有版本进来了 大不了在沟通 可能在你就有的版本里面 再怎么样修改一下 应该也可以出来了啦 我是解释为 就是拖啦 对欧林欧欧是没信心的 不会啦 委员我们是一定 这个事情 我讲任何政党执政 一定要去负责任的去处理 我这时间也到了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大概什么时候 这个会期 还是什么时候 有可能 劳动部把这个版本 送到行政院吗 报告委员 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在收集 沟通意见当中 我们大概收集之后 会就各个面向 还有财务来做估算 包括要提做期程 也都会通盘来规划啦 再跟委员报告 问题是 不知道你讲的不知道 要收集多久 ok好 谢谢 谢谢 好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 今天 临时提案总计有两案 请一并宣读 第二案 有建于外籍劳工不安 我国法令 办理工作及居留事务时 必须委由仲介办理 在实务上 经常发生令仲介疏失 而导致外籍劳工 与其居留 失去工作权而遭到遣返 请劳动部于两个月内 检讨相关办法 与函氏命令 研议修法与修正不合时 遗之函氏与命令 并提出友善外籍劳工之一站式整合式服务 之规划与落实时辰 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及提案委员 提案人委员洪生和奈会员 庄敬成书巧会奈相邻 第二案 劳动部应尽数筹组移工失录应对专案小组 短期以解决当前应迷书台移工政策所带来之冲击 并对雇主提出积极经济或政策补助 与保障措施中长期应 针对我国人口结构与产业变化 针对移工失录之政策法令与相关规划进行妥善研议 并积极与产业社会及相关团体沟通 以利我国与国际人才竞争中不致受害 请劳动部筹组移工输入 并对专案小组 并尽数提出相关改善规划 与具体作为 并于两个月内 以书面报告回复立法院社会福利局卫生环境委员会 提案人委员廖国栋 徐志荣、蒋万安、张玉美、叶玉兰 宣读完毕 请不含 请问在座各位委员 第一案 等一下对不起 請问行政丹委第一案有沒有意见 特效委员之事代理 这样好 大家都同意 那我们第一案无意通过 第二案 行政丹委有没有意见 特效委员之事代理 好,其他委員有意見嗎? 好,那沒有的話我們第二案招案通過 那現在臨時提案已經全部處理完畢 我們接下來要請洋藥委員幫我代理一下 我們請陳寅委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喔 麻煩請部長跟執安署署長 趙偉好 好,大家好 我想對於早上有位委員說 原住民到工地工作一定要先熱身 一定要先喝放了兩張照片 一個保麗達跟Wispy的照片 說一定要喝了才上,這樣才叫熱身 我不知道這位委員這樣講是因為他的腦袋有動呢? 還是因為他自己上次在我們大院表決前 他去應酬喝很多了在議場跑來跑去 他也要先熱身一下才能夠表決的意思嗎? 好,我想對於 對於這個台北市政府 要到工地酒測這件事情 我相信 絕對是為了要減災 那我想會提出這樣的一個去酒測這樣的事情 也有可能他們有發現工地這樣的情形是普遍的 那麼我想喝什麼飲料應該是大家都一起喝的 不會特定族群才喝那個飲料 如果那個飲料只賣給我們 賣給我們原住民 我相信這兩家早就倒掉了啦 因為我們的人 佔全台灣人口才百分之多少 二點多而已啊 所以我在這裡要表達嚴正的抗議 不要這樣污名化自己 非常不恰當 我相信部長應該也同意我的說法才是 我想我們對整個營造勞工的安全 不管是哪一個族群我們都是非常的重視啦 那我想這個當然台北市政府 勞動局有它的減災策略 但我想它也不是針對特定族群 而是針對所有營造的工人 希望給他們一個好的管理一個安全的勞動環境 對但是不管怎麼說 什麼樣的方法就是為了勞工的安全 我們都要給予肯定 那我想是這樣子喔 因為在你們報告當然提了 有提到說今年是營造業的這個減災年 我想在這邊也跟部長提一個要求 那可不可以麻煩勞動部也設一個年 是原住民的減災年 原住民勞工的減災年 因為呢 其實我這樣講 是因為我們所有從事營造運輸製造等等 這些比較高風險的行業 其實我們從事這樣的行業人口是 比例上 比例上是比較高的 那麼 當然在這幾年就是說 其實 凡是有公安意外的時候 你隨便問一下 幾乎都有我們原住民的份 那也很多的這個公安意外 其實不是我們原住民自己的錯 有時候 就是因為 可能是一些行政上的疏失 管理上的疏失 或者其他人為別人的疏失 造成我們失去生命 失去健康 所以這個部分 部長 這個原住民勞工的減災年 您覺得怎麼樣 是這個沒有問題 我想我們針對原住民同胞的一個安全 我們來從各種 不管是訂定減災年 或者各種強化的措施 宣導輔導 檢查等等 我們都會來加強這些 好那就麻煩看要什麼時候開始 盡快這樣子 給本席一個答覆 好謝謝 那部長您請回座 那我先請教那個署長 我們先看一下簡報 首先我想在這邊 就針對今年2月23號 台鐵一輛工程車在我們 台東海端車站撞上 公務段維修人員 造成兩死一傷 的這個公安意外這件事情 治安署 你們是不是有這個調查報告出爐 目前正在調查中 實際的治安報告還沒有核定 好所以 你大概知道這個事故的原因嗎 是的 好那你知道這個工程車的車速啊 車速多少清楚嗎 目前同仁檢查回報是60到80公里 60到80公里 那有沒有那個警笛的聲響 在那個當下 現場的工作者的詢問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 好 至於說是沒有聽到是因為 什麼原因我還在細查 好 那那個 軌道 看不到軌道前方有人在作業嗎 他們都有穿那個會反光的背心 是 就沒有看到這樣子 呃 駕駛員跟那個 旁邊那個人回覆說是因為他們轉頭回來就看到 轉頭回來就來不及了 對 那所以 呃 好 那 這樣子就是說 其實在本質上啦 齁 這件事情可以說是職業傷害 職業災害 是的 那我所了解的是說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還有監察院 他們都啟動調查了 齁 在啟動 呃已經開始調查這個事物的原因 所以說長你知道他們有啟動調查了 知道 OK 好那 目前喔 直在的這個類型或者是原因啊 有沒有一項是行政管理不當 有沒有 沒有 報委員我們認知是他那個溝通協調這個 這個機制出的狀況 所以他的不同的溝通 我現在問你 我現在 我現在問你 我不是在講這個案例而已啦 我是說目前直在的類型或者原因 有沒有這個行政管理不當這樣的一個類別 我們就說 基本原因是有行政管理或是 安全管理的那個 適當 好所以或者是說 呃換句話說是 營運控管或者監督不當 對一般的直在我們有基本原因 呃 還有那個 那個 呃 基本原因跟那個直接原因 我們會做這樣細部的分析 好那我那我 我如果說 我把它focus在說如果是 營運控管或監督不當 那造成這樣子的一個 老公發生直 直災 齁的話 那這樣的類型有原因 專屬你們有沒有這個職權 呃去調查 去做成這個直在報告 並給予裁罰 呃 有沒有 所以當雇主有這樣的行政管理不當 我們當然會做行政處 處分或甚至說是 那個雇主的責任 甚至 簽得到刑法的部分 所以是可以的嗎 是 好那個 那這樣子 那你們就是說 如果職安署的檢查報告 如果是跟這個 運安會的報告 在原因認定上 是不同的 那對於這個 職災勞工遺署的權益 其實這個影響會非常大 所以我想在這個 呃真相的部分 應該 都只有一個真相 好那只是說 因為當然 呃 加工部 目前也承認說 這中 當中有疏失 所以我們要去確認 疏失的原因 那我想這些 那再請教說 這些 呃家屬是不是 都有獲得補償了 呃 我們的了解是 按照我們勞計法規定 他們 呃台鐵公司在跟 呃 直在勞工家屬做 呃 補償 這個問題會依照 優惡於法令規定的辦理 那持續我們再會關注 好 那因為我要特別提一下 因為這三位 真的是非戰之罪 他們都是 都跟我一樣 都是原住民的同胞齁 所以我希望職安署的報告 能夠真實的 真正的來呈現這個 事故的原因 來釐清責任 讓家屬得到應有的這個補償齁 是 那我再提一件 好也是原住民的這個 公安意外 因為前幾天 高雄市古山區美術館特區 建築工地有發生這個 鋼筋倒塌的意外 那造成二死三傷重大的公安意外 同樣的跟我們處理的千百萬件的 這些公安意外的案件 一樣的狀況 就是這五位的勞工呢 他們的雇主都沒有幫他們納保 那嚴重影響這些勞工的權益 那當然下包也很可憐 他們也沒有能力去負擔這些 所以這個對勞資雙方是雙輸的啦 那而且在日後 頓時在那個當下意外發生之後 整個這幾個家庭就失去了 他們的這個經濟的支柱喔 嗯 我想我很清楚喔 就是說 在這個職在勞工保險法 單獨立法之後呢 針對這樣雇主不幫勞工保險 這樣的情形就可以改善 但是呢 我們不知道這個法 到底什麼時候會順利完成 那在這個完成 通過之前呢 呃 治安署這邊 除了加強勞減以外 你們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作為 可以去減少這樣子的現象 有關勞保部分 公共工程 我們要求在公共工程 採用契約裡面明定要做 呃 投保的確認 那因為確實委員知道 有些 我們現在勞保是五人以下 沒有強制加保 所以有些小型工程 好像在工地 確實沒有強制加保 這個 這個法令的強制規定 那但是我們 從行政管裡面 我們會要再要求 不管是民間 或者是公共工程 實際上 最有做 做勞工勞保的話 是對整個雇主 跟勞工方是正面的 所以 比較沒有強制性部分 我們會用宣導跟 跟那個鼓勵性來進行 那公共工程部分 我們會用強制來做要求 嗯 所以這個 算是有在進行中 還是你要 是有在進行 但是 我是看 因為我看不到 感受不到這樣 這樣現象的改善 所以我才 要你再回去想想 好 但我相信你現在站在那邊 應該也 也答不出想不出 有什麼比較有 請委員指教 呃 我沒辦法指教你 我如果可以指教你 我就坐你的位子了 好 好 所以這個部分 麻煩你們再好好 研議一下好不好 是 好那我 請你回座 我最後就是 我很快要一個資料 那個 發展署的署長 署長喔 就是 我要先跟你 請你把這個歷年來 就是說 呃 有一些案例 我希望你整理 給我們辦公室 就是說 呃 因為目前目前 目前有些要反應 疫情的關係 很多外籍勞工 他們進不來 好 那本來從事看護的人 故意製造勞資糾紛 好這個是有實際案例的 我不是在這裡亂講 喔 然後他們就可以順利 轉成產業的外勞 那薪水 當然薪水是最大的優因 從一萬七 立刻增為兩萬四 好 那而且還可以加班 再領更多 那我想你 你應該有 你清楚這樣的事情 好那麻煩你把歷年案例 你先整理給我 後續我們會再做安排 來做後續的討論 好 謝謝 好謝謝署長 謝謝陳寅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楊耀委員質詢 好謝謝主席 主席請一下部長 呃 許部長 好 好 部長好 是 部長 欸 老保年金的改革齁 大概還是 還是 社會上最重要 最 最關切的一個議題 呃 林萬一政委 在 在 在日前的行政院院會上 大概有 有 的記者會上大概有表示 欸 確實 欸 就 就 勞工保險條例的 相關修正 假如 不 不推動 欸 勞保年金的破產 時間 相當的緊迫 齁 不過 勞保年金的改革是這樣子 因為 因為勞工 欸 年金的給付 本來就相對較低 是 所以改革 會有困難 沒有錯 可是 欸 有困難 還是 因為 因為部長之前也 也曾經表示過 丟了烏紗帽 也要推動改革 那版本一直沒有辦法出來的原因 是什麼 欸 幫我委員齁 因為這個保險 牽涉到 千萬勞工的給付權益 齁 那 各個面向也 齁 都是要去充分的去了解齁 他也要充分的去蒐集各界的意見 齁 甚至跟各界來溝通 或者我這樣子問好了 所以我認為說 你目前的進度 怎麼樣 目前進度我想委員 我們還是在 呃 收集齁 齁 跟各界溝通意見的一個 大概什麼時候 會 會有版本出來 欸 報委員 是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講 因為這個牽涉的層面太廣齁 齁那 不管針對 工會或者各 各界我們 勞工齁 齁我們都 資方 我們都要多方面的去聽取大家的意見 所以這個期程上 我們 會針對齁整個收集之後 研議之後 那當然期程我們也會有一個 通盤的規劃 有沒有方向 改革方向 方向 大概我想 幾個面向 部長我想 我想你 大概 我印象裡面 你去年就已經很篤定的講 你在受訪的時候就很篤定的講 你一定要推動 所以我覺得 你時辰出不來 方向 總要 對 讓廣大的勞工朋友 因為是這樣子 我是覺得 因為大部分的勞工都是處於比較弱勢啦 當然 所以我們 部長我先表明我的立場 是 我一開始就講 因為 因為 老百年金的給付 相對是比較低的 是 然後 再加上 通膨 以及 以及 消費水準的 消費水準的提高 對勞工本來就 就有一點點 生活 退休的勞工本來 對 這一筆年金 就已經 不是很夠用 那 推動改革 是你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想改革 是大家所期待啦 我擔任這個支援 一定要努力來 對 對 所以我現在 也不是問你版本 是 我只問你 旗程跟方向 對 這個 這個不能講嗎 我想 報告委員 我想我們的 方向就是 要讓這個 老保年金 他的財務能夠 穩定 然後能夠 持續 讓 我們 這個老年的 經濟生活 有所保障 那所以 這個方案上 我們大概會 用這樣的一個目標 來擬定 好 部長 我現在提一個數字 大概也是 有一部分也是 部長自己講的 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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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保年金的改革 一直沒有版本出來 所以 目前 我們是透過政府的 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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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撥補基金 對不對 去年我們撥補了多少 去年 兩百億 兩百億 是 今年撥補了兩百二十億 是 是 撥補的新的金額 高達 八百億到一千億 一千億 一千億 相對於政府國家總預算 來講就是五趴 欸 政府的財政 有沒有辦法支撐 勢必是沒有吧 是 那個 報告委員我想 有關於基金用慶的年度 這是我根據 一百零七年 我們的精算報告 對 跟大眾說明 對 那有關於說如果不改的話 這個撥補的金額也是 根據中業的一些評估 對 那這個是一個呈現 但是當然 這個是通通沒有動啦 但是我想現在 我們也是 其實政府 都一直很 就是很務實 也很負責任在面對這個問題 那就是因為這個不是 我看不到勞動部務實的決心啊 對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持續在 收集各界意見 在跟各界溝通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 把這事情能夠 來解決 時間其實很有限 是 假如不是很有限 欸 部長也不會 賭上烏紗帽 我這樣子講的道理嘛 報告委員 就是因為你 我是回應媒體的說 我說我們一定要負責任 因為擔任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負責任的 處理這件事情啦 個人的去留性不重要 我是說 我們應該要 在這個崗位 就要幹嘛 時間要做好 我現在怕的是什麼呢 怕的是 欸 現在 勞工 年薪給付的 的金額已經不高了 齁 萬一 放到讓他破產 那廣大的退休 勞工的權益 怎麼保障 那個 政 欸 國家服最終責任 我知道啦 我知道你一定會 會回答這句 對 報告委員 因為一定要正式處理啦 我們一定要正式這個問題 處理這個問題 部長 基金是有 目前如果 是的確有用慶的問題 但是政府 現在一直在面對這個問題 包括益柱 波補 包含我們在擬方案 我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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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當中 的關係 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欸 老百年薪其實已經連續三年出現 收支逆差 是 就是入不敷出啦 對 你們對於這個現象 有沒有具體的作為 包括委員 我們現在就是除了 基金的投資運用 能夠提高到收益以外 另外就是由政府 有沒有提高 有沒有提高 收益有沒有提高 連兩年都是增加 好 去年賺了六百多億 所以這兩年的逆差 都是有撥補 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 基金投資運用的收益 有彌補 另外還有政府的撥補 所以 政府去年撥補兩百億 今年撥補兩百二十億 所以這兩年的 坤損不僅彌補還有餘裕 柏長 你假如一直把 一直把政府的撥補 當成一種常態 或者是當成 當成你逆差的 的 委員 那這個是還沒有 你憑理由 對 報告委員 那我們撥補不完 我剛剛講過了 委員你先聽我說 我現在是方案 我還在研議當中 收集意見當中 撥補是現在還沒有提出 方案的一個做法 但是事實上跟委員講 未來這個方案裡面 也一定會有政府撥補 只是說現在 雖然法還沒有明定 但是政府也負責任的 針對裁員的 這個基金的財務問題 撥補 撥補 這些 就是最簡單的方法 也就是說 任何一個人 來當部長也好 當局長也好 用撥補 來處理問題 這個是最快的 這個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不能一直拿來 委員會當做 當做理由 當然 我們沒有 當然 目前 現階段 不做撥補 不行 因為收支逆差 所以 不做撥補不行 可是 除了撥補之外 勞動部 勢必 必須要 找出 很快速的 找出 找出解決的方案 要不然就會像 就像部長講的 破產 要不然就是 國家政府總會算 必須要 用破產的字眼 我就覺得 應該是用性 但是我要跟我們報告 不是一個面向 未來我們的討論 不會是 用性就比較不嚴重 不是 嚴不嚴重的問題 都是一樣 只是說那個字眼上 可能會 讓勞工覺得 有時候會 造成他們恐慌 我覺得這樣比較不好 因為這個 老闆 部長 你不要 不要自己 自己 駝鳥心態 覺得現在 現在 用破產或用性 哪一個詞 會造成恐慌 現在就是 恐慌已經存在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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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面對問題 然後再 不面對問題 然後再 用詞上 挑這種毛病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義 包括委員 包括委員 我們一定會面對問題 也會想辦法解決問題 你 從去年 在這個委員會 一直 一直用這樣子的 答覆方式 在答覆所有的委員 那我就說 我就說這個 涉及 台灣廣大的 退休勞工的權益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有辦法 方向也沒有 時程也沒有 只聽到 部長一直在 在講 你們在 在想辦法 你們在想辦法 這個不行啦 民眾願意給民進黨時間 不代表 基金願意給民進黨時間 所以 我們 會 正式 也會面對問題 來解決 包括委員所關心的面向 我們都會在 面對來處理 好啦 部長你常常這樣 這樣回答 我沒辦法 我 不好意思主席 我還有一個問題 要 今天必須要 要跟 部長做個說明 所以我們受刑人 入獄的當天 他的投保資格 就被取消 可是他自己 他自己 已經入獄了 所以通常 通常假如說 有雇主的勞工 雇主就會幫他停保 可是投保在 在各類公 職業公會的 職業公會的 勞工 他可能 會 家人會 會繼續幫他 幫他繳保費 可是法律的規定是 他一入獄 就停保 啊現在 現在 他 停保是法律的規定 然後他保費繳了 繳費也不能 也不能退喔 您關心的這個問題 勞保局 最近會找 那個 學者專家來開會 對 免疫是不是有 退費了一個機制啊 對 你們 你們必須要 要 這個就是 就是 法律已經規定 停保是法律規定的嘛 那 那停保了 他已經停保了 他再 再 再繳費 這個 就沒有法律上的原因啊 所以這個 請業務單位來研議啦 對 要不然會變相的處罰 受刑人的家屬 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好 那個我先宣告一下 我們是 中午到 陳玉珍委員質詢完 我們先休息 好 那個 我們接下來請楊瓊英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本席想邀請主委 部長 請許部長 楊瓊好 部長好 我們先來講老百基金的問題 是 那 這個 50年來未提存的潛在 這個潛藏的負債 那 據聞說增加到9.11兆 真的假的 然後 用這個來告訴民眾說 破產的年限 是 這個 2027年 會提前到20 這個 26年 真的假的 請說明 報告委員這個是根據我們 107年的 基金的那個 計算報告 好 這最近的你看 最近的呢 最近呢 你來當年部長之後 你認為呢 我們是三年計算一次 107年的報告 你當年部長多久了 三年 滿三年了 對啊 滿三年了 所以應該有所作為 那現在 本席告訴你這個數字 你認為呢 報告委員 有關於這個 這個 勞保基金用慶的問題 還有潛藏債務的問題 這個就是說 這個 我們會 來研議 這個 勞保年改的方案 來解決 那目前 這個這樣子是等於 讓民眾 讓這個 勞動者呢 非常的恐慌 你說三年一次 但是你沒有方案 到時候 就是只有 減我們的 所以 接下來你來說 月領金額 可能會減到 三分之一 報告委員 絕對沒有這回事 真的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大家很恐怖 我一輩子做得不得了 做得這麼努力 怎麼要給我減三分之一 十分之一月退 我們一再的再澄清 所以我一定要跟委員 說明 沒有所謂減三層這件事情 絕對沒有這回事 絕對沒有這回事 絕對沒有 當時勞退月退的時候 我們是 很用心很用心 希望達到三營的政策 勞動部基金也可以顧好 勞工也可以歡喜 社會大眾可以安心 這是我們當時 在立法院所定下來的 這個法律 也對於我們的勞動者 能夠有一個公平性 那坊間一直在謠傳 那為什麼你說沒有 為什麼人家一直在講 你要怎麼宣傳 讓社會大眾去知道 沒有這回事 報告委員 我們其實在當時候謠言出來 我們就是 有正式對外 不管新聞稿 或對外說明都有講 那當然媒體的報導 錯假的訊息 從何而來 為什麼人家不要給你報正確的訊息 因為政府告訴我們一句話 我們是希望說 政府沒倒 老保不會倒 本來就是 對不對 政府辦的保險 政府辦的保險怎麼會倒 報告委員我們一定會很負責任的 什麼時候 應對 勞保年改 財務的改善 我們會收集溝通各界以後 對當然要收集 未來就各個可能的命向 進行研議跟財務估算 OK 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會告訴社會大眾 請告訴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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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通盤來規劃 好 請問什麼時間 報告委員 目前因為還在收集意見 什麼時間點 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具體的騎乘 這沒時間表就對了 目前還沒有具體的騎乘 這個邏輯很奇怪 三年檢討一次 可以社會大眾 到現在 民眾恐慌 還沒有辦法告訴你 至少告訴我們 我三個月 半年我一個月 我十二個月 告訴你們 報告委員 我想這樣套用院長的話 政府如果沒倒 老保絕對不會倒 政府如果沒倒 老保沒倒 就是你把他檢討 這是政府 沒有報告委員 這是政府開判的社會保險 也是立法院通過的 那我想 你跟我爭議這個沒有用 我們要的是 立法院通過之後 送請總統府三圖通過 大家達成三營 那有這樣的疑慮 你是主其事者的勞動局 不 你們收集資料 什麼時候可以告訴社會大眾 報告委員 你的改革方案 報告委員 還是不會改 這個 勞保年改 因為牽涉到千萬勞工的 所以本席要請教 我們一定會負責任的來處理 但是 不會冒然的提出 請問有沒有時間表 發發時間表 我們會通盤 所以現在 通盤的考量之後 包括在騎乘 我們都會在 整個通盤規劃當中 到時候有騎乘 我會告訴委員 什麼時候 在跟你們報告 現在還沒有具體的騎乘 好啦 妳就一句話 不用浪費我這麼多時間 目前還沒有騎乘表 要妳知道原因為什麼 目前還沒有騎乘表 我們也期待 所以換句話說 你的還沒有騎乘表 之前民眾不要恐慌 不會減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月嶺 沒有這回事對不對 本來就沒有這回事 沒有草原哪有減 對不對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對嘛 妳就在這裡講 我給妳機會講 接下來本席要請教 我們那個生理假 女生嘛 那生理假 現在本席統計 勞工提出生理假 是86點多person 核准率 那 這個是不是可以再加強一下 因為對於女性 不能核准 這提出就要 雇主就要同意 但是妳可以看妳們的 這個部分我們再加強宣導 好 86點多 所以 好好照顧女性的員工 拜託妳也承諾 來 接下來最後一個議題 現在 因為疫情的關係 移工來台 有很多限制不能來 不能來 那 部長 這個是一個重大議題 那現在國內的看護工啊 這些工廠啊 的工人 因為他不能來 我們又有什麼應對 有沒有什麼應對 報告委員 我們已經連續兩年啟動 專案檢查 查這個買工費的事情 那我想我們今年 妳知道我怎麼說 買工費的問題 那可是現在呢 你們兩年前啟動 現在呢 現況怎麼樣 持續辦理啊 持續辦理啊 你們有查到什麼嗎 有 有沒有 我們在資料給委員啊 業務單位他們有這個 所以妳知道我在問妳什麼 是 我們希望 第一個 拜託部長 跟我們的 國際外交 這一些要怎麼做 我們希望疫情趕快通過 那可以恢復正常移工的情況 第二個 買工費的問題 我們不希望存在台灣的社會裡頭 而且變本加厲 這個 因為現在缺工缺的很厲害 所以我們也希望讓它正常化 然後呢 我們的很多的造福員 因為你們現在針對的 要打疫苗 部長請教 你要打疫苗的時候 現在 當然這個醫院我們要第一線 可是呢 這些造福員 移工的造福員 有沒有列入優先來打疫苗 這個都是指揮中心 你有沒有跟指揮中心來討論 站在他們的專業在做規劃 站在他們的專業來規劃 本期就告訴你 議題都會在 好 你不是只有聽密 而是應該要接地去把問題拿出來 給指揮中心去做決定 因為本期提出 現在很多的家庭 都由我們的移工來協助照顧 照福員 護理的照福員 那這個要不要優先列入 也要打 請你拿出來 跟指揮中心來做討論 好不好 因為我們都是要安全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中嘉賓委員質詢 主席在黨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府基本上官員 會場工作夥伴 美麗金融女士先生 那有請許部長跟師署長 勞動力發展署 好請部長跟署長 中原好 部長好 等一下 還有署長 好 署長好 OK 部長 我這邊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 資金大回流啊 台商資金都回來了啊 然後呢 三間齊發 喔 我投資很旺 你樂不樂見 樂見 搶地購長啊 對不對 好 但是再下來呢 我們看到一個好消息啊 台積電二月份的營收 破千億耶 一個月耶 二月份就怎樣 一千零六十五億 這樣同期的新高 發生什麼事 結果會怎麼樣 第三個事情來啦 全台營造大缺工啊 怎麼樣 台積電全台大擴廠啊 開出金人的價碼 搶營造工啊 現在營造工的那個 薪水三級跳啊 除了台積電之外 其他的工地都找不到工啊 部長知道這個情況嗎 知道 知道嗎 那怎麼辦 你們有專案引進 營建的外籍移工嗎 有沒有 報告委員喔 我們目前移工的引進 我們是採補充性原則啦 是 所以呢 快點簡單講 有沒有 有沒有專案引進 沒有 沒有專案引進 好一個答案 連台積電這種事情 你們都 堅持法律要求 你們沒有專案引進 不是 報告委員 台積電是符合資格的喔 他用申請 他不用移工 他要用本國的營造工 是啊 他不用移工 他有資格引進移工 他不要用移工 他價碼很高 那所有的本土工都過去了 那其他的缺工的地方 又申請不到移工 啊怎麼辦 報告委員 是這樣子齁 你想想想 有沒有要為了這個營建缺工 而引進專案 引進外籍移工 報告委 有沒有 沒有 有或沒有 外籍移工的 有或沒有 我們有一套的機制 我現在 現在有沒有 專案引進 沒有 好沒有就好 來 第二個問題 因為時間有限 現在鳳梨大家都來搶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有沒有加入去買鳳梨啊 有沒有 去買鳳梨啊 送把人啊 有沒有 這自己也要打 這慶菜忙忙 有沒有 買鳳梨 買鳳梨啊 有沒有嘛 怎麼今天我問的問題 這麼簡單 你答不出來 你不要緊張 不要害怕 我們也要害你 鳳梨對身體很好 很好啊 我們有買來 有啊 好 為了搶救鳳梨 我們都會老下去了 你知道嗎 鳳梨現在不是產季喔 現在屏東最早喔 還不是大產喔 嘉義啦 南投雲林 對不對 到了真正盛產的時候 大廚的時候 鳳梨採收要人工啊 到時候採收鳳梨缺工的時候 怎麼辦 有沒有想過 要怎麼樣 報告委員 有農業外展啊 有農業外展 我說有沒有 移工可以用 有啊 也有 夠不夠 這個就農委會 好一句話 早農委會 來 營造缺工 農業缺工 這個其實我是覺得 國家大家都很注目 但是我還是肯定勞動部啦 因為你認為呢 移工的引進要很慎重 要合乎既有的法令規制 不能夠開後門 不能夠開側門 不能夠開大門 對不對 你同不同意 報告委員 我們要優先保障我們國人的 是的 所以我就說嘛 我是肯定你嘛 你不開後門 不開大門 不走側門嘛 對不對 好 現在來了 來 說文解制 我們常常說做事做事啊 做事喔 沒有適當的國字我會翻 農活是什麼 農活啊 我去參理做事 就是農活啦 那農活這兩個字是 為 農業而做活 還是為了生活而務農 你覺得 改一下 你覺得是哪一種 農民啊 在餐裡面啊 是為了他們是農民 去做這個工具 還是因為他要生活 才去做農民 你覺得是怎麼樣 都有可憐 都有可憐 好 我們看了齁 來 內政部 在今年喔 2月8號公布了 從去年的3月21號以前 路徑的 現在暫時停留的 全面第八次自動延長了 我上次問的時候 才是第六次延長 現在已經第八次延長了 現在 外國人 持90天 停留的免入境 到目前為止 我上次統計資料 是有4645人 很多都是探親 我上次有問過對不對 親吃不要嫌糕 上次我跟妳請教 什麼事情往下看 防疫期間 因應著 探親人士 自台期間 農委會說 啊我推出個幫農方案 這親吃嘛 親家來我們家嘛 本來要做客做三個月兩個月 就要回家嘛 現在不然就回家 阿他就落殘的 幫我倒腳手 阿這是 這樣不行 上次他們說幫農方案 你們研究的結果怎麼樣 對 可不可以 幫各位之前是 因為外交部跟移民署齁 你不要講別人 你講你自己 然後我們後來 你講你自己就好了嘛 你們勞動部怎麼看 幫農專案 我們現在就是農委會在規劃嘛 阿我們這個部分已經在 有會整外交部跟那個 來我剛講你們的結論我都看得懂啦 你們說 他除非一開始來入境的目的 就是為了工作 才進來嘛 對不對 這要符合規定嘛 不然他如果不是以工作目的來入境的 在國內有任何勞務的事實 就是 就是怎樣 就是工作 就不符合怎樣 原簽證目的 所以這個幫農方案有沒有用 沒有用 他的入境目的 不是工作 他拿的簽證不可能是探金還是觀光 他入境目的不是工作 他現在因為滯留不能回去 他去幫農 做公司 做公司 你們認定 是屬於工作 而這個工作就屬於什麼樣 非法 是不是這樣子 好 說整個不不幹嘛 我們來看一下 很簡單 為工作而活 還是為何而活 工作 他們不是為了工作來台灣耶 他們是為了探親 來台灣 但是他現在為什麼要工作 為了生活啊 他不會是 一年都吃青雞的嘛 青雞餐裡面有事 所以我要告訴你們 你們腦筋要轉過來 最後結論 其實我們的特別條例有這個辦法 為了防治控制疫情需要 什麼疫情需要 我管制國境 這些在台滯留的外國人 他因為探親他回不去 生活無鑿經濟困難 我們可以實施必要的處置 你們到現在還在繞口令說 他當時進來 不是以工作為目的進來 他在國內如果有任何勞務的事實 就是工作 違反了入境目的 這個是非法工作 那你說農會怎麼幫忙 所以最後結論 我希望你們改個名詞 改個名詞不是農會提 幫活專案 幫助這些因為疫情關係 沒有辦法回到自己的國家 滯留台灣的探親的外籍人士 他可以為了生活 幫助自己生活 從事一些可以換取經濟收入的 這個利用特別條例解套 如果你們不用特別條例去 跟防疫指揮中心提出來 你們幾個部會再怎麼聯繫 都沒有用了 部長簡單答覆 幫幫委員 有關於這個幫農專案 幫活 不是幫農 幫活 幫忙他活 好啦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因為當然委員有提出一個方向 就是用那個 你們不要再掉進你們原來的法令 你們可以用這個特別條例去解套 你們不解套 這個必須經過指揮中心 謝謝主席我們請部長 部長 我們請部長 不好意思 只要農委會他有一個明確規範的對象 我們用專案專簽的方式可以來處理 不是說我們對這件事都沒有 都沒有去面對他 而是說因為你在現有的規範是這樣 那我們希望說他的簽證 本來是希望外交部跟那個移民所政務 關於簽證 他是不是一定要那麼 有沒有放寬的那個 但是他就說簽證就這樣沒有辦法 好 我希望他剛剛講的 就是有關幫農 那個可能外籍人士來台灣 可能已經滯留好久了 那這個我覺得應該 疫情的關係 這個也不是說是以後都這樣子 可能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應該你們可以朝著這個方向去做一下檢討 有 另外就是說缺工的問題 真的在地方真的還是蠻嚴重的 可能台積電他為了這個建廠 他可能聘僱台灣的勞工 他可能這個板模工或者是這個 可能一天可能都五六千 那造成說地方有很多營建 或者是說這個營造 可能就請不到這個台灣的勞工 或者是他甚至要請這個外籍勞工也不太可能 所以這個缺工的問題我相信你應該也聽了很多 所以針對這部分我希望 勞動部真的要仔細去思考 怎麼樣幫助企業 那一方面也讓我們最基層的這個營造業 真的可以地方可以活絡啦 要不然他缺工他根本要建 其實這個部分主要是疫情 大環境因為疫情 再來就是台商回了跟我們公共建設整個 大量在積極進行 所以瞬間當然這些缺工狀況比較嚴重 我們其實一直在處理這個問題 包括專案專人媒合 我們幫忙這個企業來媒合本國人來就業 那包括說移工的部分 當然移工我們知道補充性原則 現在也 因為我們也正在召開跨部會的會議 看怎麼讓這些營造工除了公共工程以外 民間的工程跟公益性有關 我們也來放寬 盡量讓我們這個人力的應用能夠靈活 部長你知道在台灣 台灣的這個營造工 平均年齡可能都70歲以上 你知道嗎 年紀都很大了 中高齡 中高齡大概跟那個 那年輕人真的是很少 所以真的我覺得說 勞動部可能針對這一部分 要去仔細去思考 一方面 我也看到就是說 因為去年疫情的關係 我們的這個畢業生投入職場 其實好像也是 不是那麼多 可能比往年還少 不會 我們今年的 年輕人失業率是降低 因為我們去年有一個 應接畢業青年的就業獎益 我們就有五萬多人來領取這個獎益 所以是有發揮他的效果 是好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其實去年的這個應屆畢業生 其實我看到就是說有一些 可能需要勞力的 可能有些畢業生他可能不想投入 那有時候投入可能就是 可能這個休旅 休旅業啊 或者是這個旅行業啊 或者是餐飲業啊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未來 因為去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那有的年輕人他也許在那個 那段期間他沒有去找工作 那可能到今年 也許沒有找工作之後 又沒有後面 可能家裡面的經濟狀況還OK 父母親可以資助他的經濟 所以他可能找工作的那個動力 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請勞動部針對 譬如說因為去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一直到今年 我希望就是說 今年的這個應屆畢業生也好 或者是我們這些年輕朋友 應該是在職場上工作的這些年輕朋友 也許他沒有去找工作 或者是他想找工作 可是沒有付出行動去找工作的這些人 我希望說勞動部是不是要把他們找出來 然後讓他們真正的投入職場 這個我們都會給他協助啦 其實我們針對那個這個青年的就業 我們一個青年就業獎勵 投資青年就業計畫啦 投資青年就業方案 那個就是分四年 那我們是八個部會投入了九十幾億 其實這裡面都有協助 像剛剛委員您講的 不管他是不是因為疫情 就是說他沒有經濟去找工作 然後後來他可能想要找 那有遇到什麼困難 甚至他如果要培養第二專長 這個我們都可以來協助他 那我們也會加強宣傳 讓有需要的青年知道 怎麼樣來使用我們這些協助的措施 好 部長我想請教 就是說去年 上半年度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就是服務業受創最嚴重 那在2020年的下半年度可能就製造業的這個 這個受創嚴重 那到今年的話 2021年 我不知道勞動部你們有沒有針對 就是說在哪一個行業 它可能疫情的關係 就是比較嚴重的 譬如說可能有的廠商因為業績的關係 可能就是不再新聘新的員工 那在2021年這個我們產業的這個人力需求 到底是什麼樣的產業可能是需要的人比較多 或者什麼樣的產業它受創是最嚴重 那像類似這樣子 有的受創嚴重的可能公司 它有的是裁員 有的原本它原本要新聘的員工 它可能就不聘了 或者是解聘 那像類似這樣的話 你們有沒有掌握在今年度 什麼樣的產業是受影響 或者什麼樣的產業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這個反而是它的業績 或者它的訂單是更多 然後需要的人是更多的 我不知道勞動部有沒有針對這部分去做一個調查 對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有關於剛剛您所提的這些產業的 所需的人力或者說它有些產業它是萎縮的 那我們其實除了透過說我們每10天公佈的那個 那個減班休息的人數去掌握 現在企業受疫情影響的狀況 另外我們更經紀部這邊有一個平台 就是會針對現在的產業所需 或者現在有些產業它因為萎縮之後 它有人力的去向 我們會保持密切的了解 也會有一些因應方案 甚至就是說有些疫情持續受影響的產業 我也是請業務單位隨時要滾動的去檢討 我們的措施怎麼樣來給他們更多的幫忙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疫情是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他們的勞工或者是會招募新的這個勞工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受影響的這些基層的勞工 希望就是說如果他真的有需要 有需要再找工作的話 或者是有需要輔導的話 我希望勞動部因為你們都在第一線 有很多的這個就業服務站都在第一線 尤其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彰化這邊有很多的這個大廠 譬如說他有的是需要很多的人力的 那當時他的訂單都是從歐美進來的 那當時他原本的公司可能有五百多人 後來減就是這個裁員 或者是提早退休可能剩下一百多人 真的影響很嚴重 影響很大 那有的這個勞工其實他還蠻年輕的 有的才五十幾歲 他還有這個能力工作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勞動部你們也可以針對去年受到疫情影響的這些勞工 他可能有的是提早退休了 可是他還有勞動力 他也可以工作 那他還有醫院工作 我們希望說在第一層的這個人員 或者是說勞工這邊 可能勞動部這邊應該也要去鼓勵 有一些企業 疫情已經回穩 已經平穩 那整個經濟狀況也慢慢復甦了 是不是原本他有勞動力也想工作的這些人 是不是優先來聘回來 好 報告委員 我想 以我們這個勞工端來講 我是可以請我們全國的勞工有這個需求 到我們全國 我們三百個就業服務站 他裡面都有 譬如說產業虛財的資訊 你可以去看 或者透過台灣就業通管這樣 上面也都說 所有那個這個需要求財的資訊 那當然企業端 他們有需要人 我們甚至都可以專案幫他來媒合 那就是讓這些還 比如說年輕的 或者因為去年疫情 而暫時沒有工作的這些人力能夠 跟缺工的產業能夠來結合 這個我們會來努力 我會再加強請發展所這邊加強宣導 讓雇佐端或勞工端都能夠知道 有這個平台可以幫他們媒合 好好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陳玉珍委員質詢 請請我們請這個部長 請部長 部長 陳緘委 好 你知道我是哪裡來的委員嗎 金門 金門遠不遠 還好啦 現在搭飛機很快 很方便 那我們金門的權力重不重要 我想每個城市的權益都非常重要 我要請你一個問題 桂部有舉辦一個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以及的考試 你們的招生檢章考區是有金門 我們有幾十位金門民眾報名以後 你們卻把他們改了考場 改到板橋 你們在 然後民眾詢問這個勞動部中部辦公室的結果是 金門沒有合格的考場 所以你們有權調整到臨近縣市 然後這承辦人說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了解了嗎 那如果金門沒有合格的考場 為什麼你們之前在報名的時候 你們讓他們選擇金門考區 你們的選擇項目裡頭是有一個金門考區 你讓他選了以後然後再告訴他說對不起這邊沒有合格考場 你們事前沒有做調查合格考區的工作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報告委員 我是不是請發展署這邊來先說明一下 簡單說明就好了 事前做任何考區的工作事前沒有做任何的這個嗎 沒有調查嗎 委員這個部分因為我們的考區的設置是在之前的 那等到後面他們在填選的部分 我們在考試資格上面有沒有特別做說明說會有究竟考場 因為剛好這個是說明什麼會有說明說考場的地方以究竟為主 對金門究竟就是金門了是因為我們在之前因為考場的設置他必須在考試之前就要設置好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可以來所以你們沒有辦法你們在簡章上面有寫金門考區喔是然後也沒有說明你們可以自己幫我們調動調動考區喔 那個有上面有想著 沒有沒有簡章上面這呈現你可以給我看 這部分 主辦簡章無說明主辦單位可以之前調動考區 委員這個事情我們這次來來做這個處理因為這次是 然後報名也不能退廢啊 因為這次職業安全衛生考試 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說第一個是金門沒有合格考區嗎 金門沒有 金門有金門高中國立金門大學勒 這麼簡單的考試沒有考區你們這幾年來做什麼 因為這這次的設置的考協部分他本來考場是 申請制他要申請願意來接受我們的考場 那你們的簡章上面為什麼會有金門考區這個選項 那金門考區是因為每個人都因為有的職類是可以有金門考區的 有的職類所以你意思說你們的那個報名檢章那個報名過程有出力嗎 但是委員這件事情我們可以來處理這件事情我如果只有20名的話 我來處理這個事情 對因為好幾十位考生那這個也不是 第一以後不會發生的事情 我了解第一個金門考區 請你們幫我你們現在不是有蓋動大樓嗎 對吧部長不是有去上樓嗎 那個新的那個金門就還沒完成 還沒完成我知道我就現在是要問你剛剛上樓 那請問你那個進度怎麼樣 我們應該預計好像是今年的10月 10月嘛可以正式啟用嗎 應該可以 可以現在進度到哪裡 進度啊 不知道喔 有知道金門委員要質詢都沒有準備金門的議題喔 這個部分喔其實我們這個整個工程的進度都很順暢 因為這個如果你說沒有其他的地區可以做我不覺得啦 金門大學大學領好都可以在金門辦了什麼會一個簡單的勞動部什麼技術檢定考試沒有辦法在金門大學辦 這個我是不相信啦你們沒有用心啦 怎麼可能這一個簡單的這種電腦考試 我們多拼遠嗎 我們司署長已經承諾他這個問題他 承諾當然是解決這一次的問題嘛 那我不要下一次問題再發生嘛 最好這種陳情安都不會再有嘛 因為你們根本就是漠視這個領導居民的這種考試這個權利嘛 應考這個權利 然後報了名後又叫人家要移到別的地方去喔非常不方便啦 坐車勞頓啦喔不確定還要成本啦機票什麼各方面住宿啊 好那你們這個大樓所以我同步再問下一個問題你們這個大樓做好以後對不對 你盤點一下喔 你們說你們有說是大概這個大樓辦好我們有初步問一下有四種 電腦子之類的這個儀秉什麼檢定那其他類別呢 所以請貴部幫我盤點一下喔 就是相關的證照考試因為下去有一棟大樓嘛 10月份也會做好 10月份一定可以完工 現在進度是80% OK很好 10月份喔希望順利完工喔 順利完工喔 下面這個相關的裡面有一棟自己的道路相關的這個規劃 各類的考試喔 我們離島相信喔需要在當地可以考的你們就 全部盤點一下 讓大家不用 不用再坐飛機到台灣來參加這個考試 那這個盤點一下什麼時候可以給我一個書面的報告 兩個禮拜齁 兩個禮拜齁 好好謝謝你齁 好兩個禮拜 好謝謝您齁 好下一個問題齁 這個 這個 勞退自選的這個問題 部長大概會了解我在說什麼嗎 是 就是說齁 現在有很多的這個就是收入比較高的這個 受薪業者 就受僱者啦齁 可能不是 喔 不是說三萬五萬齁還有十幾萬那20萬也有齁 還是屬於勞工 但是還是受僱業者齁 剛剛也有問過齁 那這些 業者 我們是不是可以政府齁 是不是可以了給民間比較大的管理權限 因為現在上下班都要什麼打卡啦 記錄啦 這樣的齁 那是高階的這種管理人齁 不是委任制的齁 是這種受僱業者 是不是 政府可以讓他們就是說比較有自由權限 我知道因為你們現在你們勞檢單位必須要去查這個 五年內要存這些相關的資料 說什麼時候要上班下班的資料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給民間管理者 有比較大的權限 不要讓勞基法制度那麼的僵硬 我說的是比較高階的受信業者 報告委員 有關於公使的記錄 其實它的方式有很多種 我知道 但是您這邊關切的說 雇主需記載員工上下班時間到分中為止 這件事情因為是法律的規定 我說的 我不是要調理改正法 而是比較高階的 比如說勞保肺 一個月收入15萬的人 20萬的人 受僱業者 總經理階級 我們一方 15 年薪達15萬的 月薪 說錯 月薪15萬的高階管理者 我們有 用它適用責任制 所以需要就不需要 不需要特別的來記錄 因為老檢單位告訴我說 他們還是會去查所謂的上下班的記錄 這是法律規定 這是法律規定 收入 那這個 你看那個疫情再出發 你們之前有個疫情再出發訓練計劃嗎 是嗎 充電再出發 充電 對不起 充電再出發訓練計劃 那我沒有看到裡面對於我們金門 包括李教 金馬蓬 有沒有實質的這個勞動政策 包括委員這個充電再出發 全國各縣市有需要的勞工都可以用 有需要企業都可以來用啊 對 那去年 去年疫情期間有相關的一些補助計畫嗎 那今年呢 這個充電再出發 就一直啊 一直是持續就對了是不是 持續啊 對啊 現在還持續當中啊 那對於這個 疫情的這個持續影響勞工生計的這個部分喔 今年喔 有沒有計畫繼續辦理這個紓困貸款 還是說還是再繼續 報告委員喔 因為去年紓困貸款的部分喔 其實這個是由所有的這些銀行 他們來提供資金貸款給勞工 那去年是因為疫情比較嚴峻 那時候有辦這樣子的貸款 然後利息是由政府來做補貼 但是今年的部分 因為疫情 以國內來講 其實我們的疫情的防疫做得不錯喔 其實現在的影響比較 所以你覺得 但是我目前沒有 沒有這樣的計畫 那但是你覺得不錯喔 但是我要告訴你 因為金門地區比較特別喔 這個金門的內需是比較弱的 人比較少嘛 然後因為小山東一直沒有開始 就人流非常的 非常的少 所以金門的這個產業 現在的情況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金門的這個部分喔 請你們回去的時候 針對就是 金門這個地方就是比較特別 不是台灣本島各個產業都很好 所以很多這個勞工的這個 比如說去年有一些勞工的這些 協助培訓的這個計畫 如果這個部分是不是針對 離島地區再給一些協助 好 OK好 議院的部分沒問題 謝謝 好 好謝謝 因為這個 我們這個委員會喔 特別離島的委員 還有原住民委員 偏鄉委員都會跑到這裡來 所以那個署長 你要往你要抽錢部署 好要事先想到 呃 陳委員這樣可以嗎 陳昭偉 謝謝 好 好 那我們中午休息到兩點 好 謝謝 謝謝